我們今天吃得很飽 來到星期四的流行都市 知靈, 我們今天一定會吃得很飽 為什麼我們還沒吃就已經說飽 因為今天我們會介紹吃, 吃和吃 真是想起都興奮 而且我們覆蓋的範圍 會由早餐、午餐, 甚至晚餐 吃的類型應該適合寶寶、小朋友和大人家 最重要是適合我們兩位 生得這麼漂亮的美人 所以我們以後會一起去茶探 然後告訴大家怎樣可以吃得更健康 而那邊有兩位大人 說是屬於小平的食經 嘉嘉, 現在開學了一個月 你們兩個小朋友習不習慣? 新的一年, 功課多了很多 開始要慢慢習慣他們 真的要他們讀書 還可以的, 慢慢陪他們一起讀書 我的小孩也是 但吃方面, 她很開心 學校的飯也很好吃 真的嗎? 真是幸運 不過我知道Leslie的兒子 好像開始讀寶寶班 不知道她又怎樣? 我覺得她兒子應該沒什麼問題 可能是她爸爸, 不是很習慣 這麼做 有沒有這樣的事? 而且, 兩位前輩, 說的是臭小孩 我真的有很多事要請教你們 Leslie 我們怎麼這麼多? 怎麼做前輩? 其實我很年輕… 很年輕就生 早了你幾年而已 對, 你們經驗豐富過我很多 說真的, Leslie給我的感覺 她的小孩一定會吃得很健康 因為你是營養師 她一定吃的食物 都是適合營養標籤的 你覺得是羨慕的 我覺得她小孩是壓力的 為什麼? 她經常都要計算… 吃一口好吃, 真的會嗎? 會不會呢? 我小孩現在還沒有壓力 爸爸也有壓力 因為身邊的人會在看著 外出營養師去那邊看看她吃什麼 參考一下她應該吃什麼 你會不會給糖、薯片等小孩 零食也有吧? 糖和薯片, 家裡本身少 我們不會主動讓她吃 不過別人讓她吃 即是有些長輩、朋友 我們絕對不會突然走出來 跳出來 不行? 不行, 不會的 讓她什麼都試試 現在你的結束了 上學時有沒有經常哭? 最初幾天也有點哭 不過很快她好像忘記了爸爸 很快就忘記了 進去, 不忘了你, 再見 很快就不會忘記了 我們那兩個有一點 對, 那時候我沒有 一來就再見 反而我哭了, 很認識 也有的, 有捨不得的 我兒子最初幾天也有點哭 後來也沒事, 很快會認得到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小朋友 Leslie的小朋友, 大家沒見過 不如你拍了一些片給大家 一起欣賞一下她的片中做什麼 好 我看到她, 你看, 不停吃東西 其實她最主要 你一知小朋友有幾件事做而已 吃夜睡覺 吃夜睡覺 吃夜睡覺, 很有趣 很有趣, 很喜歡吃 她也喜歡吃, 因為她出生時 比較大塊, 有九磅 所以一直帶著… 對, 她很容易肚餓 當時你看這段片段多大嗎? 這段片段大概都是… 一歲左右 七八個月開始 對, 後來到了碎嶺, 她也是五爪金龍 她是被你不選擇飲雜吃的 她什麼都會擠進口裡嗎? 她應該這樣說, 她什麼都嘗試吃 但不代表她所有東西都肯… 菜她吃不吃? 菜她會吃 因為我的小朋友很不喜歡吃菜 我也是 我很難說服我的小朋友會多吃菜 而且她很擅長, 全都自己放進口裡 我認為她是餵的, 你怎麼訓練她? 其實營養師現在是說的一個基本概念 希望小朋友有自己的食慾之餘 就有一個主動 如果我們經常都繁來張口的話 很容易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小朋友長大了 懂得跑來跑去的時候 你餵不到牠 所以我們也建議媽媽 讓她可以多點從小到大 放些食物在她面前, 讓她自己摸進口裡 我會讓小朋友煮東西吃 我小時候已經讓她煎班戟、煎蛋 我覺得她如果喜歡煮東西吃 她自己會喜歡吃東西 對, 本身喜歡吃東西就是 我兒子小時候已經… 你知不知道帶了多少工具出門 有一部電視 媽媽拿著一碗小竹 然後逐筋逐筋餵 還不肯放進口裡 要… 這樣… 要吊開口 這樣 也不肯開口吃 又給他一些通粉吃 通粉不肯吃, 吃螺絲粉 要多點向Lessie吃 學習 你會不會有很多家長朋友 經常會問你很多問題嗎? 一定會, 因為作為營養師 他們很想參考一下 營養師爸爸經常吃什麼 問你最多是什麼問題? 問我最多就是性物敏感 性物敏感當然很多時候 覺得是一個免疫力的問題 但我們發覺現代營養學裡面 免疫力跟我們的長度健康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會建議, 平日也說了 營養師叫大家多吃全穀類 什麼叫全穀呢? 中國人吃米飯 對… 我們吃白米比較多 但小朋友應該吃帶有糙米纖維 杯牙營養成分的米 我們可以嘗試把糙米 和杯牙營養成分打成粉 用來煮的話 做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圓滑 我們教我們怎麼做 好, 這裡我預先有一個暴溫杯 我們有些滾水在裡面 滾水大概是八份的水 是 我們可以加一份米 你看到那些粒粒裡面有些杯牙 有些灰灰, 啡啡的 啡啡的 對 對, 就是那些? 對, 就是糙米的纖維營養 就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當然不值得來烤多久? 烤多久? 要烤多久? 烤大概兩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嗎? 煮它可以嗎? 煮它大概15分鐘 趕快去就可以了 很快 煮起來就這樣了嗎? 煮起來就這樣了 就像那些粥仔… 粥仔 但好像不見了那些… 剛才你看到那些 啡色的東西 對, 所以大人… 我們說給他們的杯牙米 和小朋友吃的那些是有差異的 你看到粥底 已經可以加點肉, 加點菜 我想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小心熱 不會特別有什麼纖維 白粥 白粥的 也滑的 很綿 很綿 對, 滑很綿 不會覺得有什麼糙米 感覺很健康, 感覺真的很健康 但味道真的有點刮 我都覺得很刮小朋友 你可不可以加點東西嗎? 也可以, 媽媽有時候 會加很多蔬菜、肉食 對, 加些肉、魚 對, 或者有些媽媽 在粥底裡也會加點肉 讓它有味道 是 或者呢? 我們可以加一些多菊粉 因為剛才說的 營養師會吃很多有纖維的 全菊類的食物營養 是… 我們可以把南瓜多菊粉塗進去 它是融水的 南瓜 是否接著攪拌?我幫你攪拌 對, 你可以幫我攪拌 不要太多 這麼多? 對, 它會融化 對, 融解了, 變成一個南瓜粥 對 裡面也有其他, 譬如蕎麥、泥麥 還有其他多菊的營養成分 如果這個粉只用來多粥 只用粥嗎?可以做其他東西嗎? 也有很多食材可以做 在桌上已經先煮好一點了 做班戟和做麵糞 對, 變成像一點點細小的 纖維營養 是 當作零食, 當作小食 可以加一些南瓜, 做一個南瓜的麵糞 這個味道是小朋友會接受的 晚上吃什麼? 日常吃粥, 晚上可以吃麵 麵也可以吃多菊麵 是嗎? 我們可以把它煮好 煮三分鐘就可以了 煮好, 麵這麼短 對 不用剪 給小朋友 最喜歡是酥酥酥的 但這是高纖的? 高纖的 對, 也是有多菊和全菊的營養 好, 但是這碗麵也很滿意 剛才我們用南瓜的多菊粉來做小食 我們可以用菠菜的多菊粉 可以加少許牛奶, 加些蔬菜 煮好似一個 菠菜味出不出嗎? 菠菜味? 菠菜忌廉汁 這個比較淡 菠菜混奶這樣煮? 對, 我們可以在這裡加上… 可以咬下去, 裡面有菜 對, 我們加上麵 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 菠菜麵 菠菜忌廉汁 菠菜忌廉麵 這麼多嗎? 對 這個給自民… 全部給自民吃 拌了, 變成有味道之餘 就可以將蔬菜營養一拼就放進肚子 麵也有些… 蔬菜 有蔬菜, 有蔬菜, 還可以 對, 當然, 爸爸媽媽會加上很多 例如有肉食, 魚, 或者蛋 營養就更加豐少 好 好, 這個 小食呢?小食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 小食, 就像我們常說 吃糙米煮粥 其實原來也可以將蔬米做成小食 我們可以做成一些蔬米的零食 你怎麼會有東西呢? 我們這些蔬米的零食 都可以讓它自己… 可以試一下嗎? 對, 放在碗裡, 就是了 你們就像小朋友一樣 還要抱著嘴巴 挺好吃的, 脆脆脆脆 很棒 對, 因為本身它是融在水裡 所以不怕噎到小朋友 沒有什麼味道, 可以加一些味道嗎? 可以, 我們可以加一些水果 對, 我們可以加一些蝦蜜瓜 加一些蜜瓜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 有一個營養豐富的早餐 可以當早餐一樣, 加一些奶 這樣也可以嗎? 當然是魚米的 對, 本身是融在水裡的 所以就可以… 我挺好愛的 加起來, 營養豐富 他自己喜歡拿來吃也可以 做小食也可以 也可以用來做早餐 好 我覺得不僅要飲食均衡 是 作為營養師, 你知道也一定要 對, 還有運動也要均衡 當然要運動才要健康的身體 對 你有沒有做運動?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當然多做運動 他跟我一起做運動 對 因為我的小朋友比較年紀小 但他很重 但他經常在我身上爬來爬去 肩膀爬到後面後面, 從前面捐出來 就是你做運動, 對 做爸爸的體力一定很好 媽媽也是 健碩一點 所以我們為什麼越來越年輕 就是這樣 沒錯, 我們一起努力吧 這位食客, 我們的早餐有分A餐和B餐 A餐 太陽蛋還是炒蛋? 太陽蛋, 拜託韓國那種 包一杯飲料, 咖啡還是奶茶? 咖啡、酒、糖、要脫脂奶 宋芝琳對早餐挺有要求的 但無論A餐還是B餐 最重要的都是吃早餐 請問你吃什麼餐? 我今天吃了十穀粥, 挺好吃的 十穀粥? 對, 芝琳, 你吃早餐還是時間? 我一定要很豐富, 而且很豐富 每個人對早餐都有不同的要求和選擇 究竟哪一種才最適合? 為了解開大家對這個疑問 我們哪吃哪講? 好, 多豐富? 你們兩個靜靜地叫這麼多食物 不如我, 假的 在這裡坐著 這些都是我們香港經常嘗嘗的早餐 真棒… 沒錯, 在這張早餐桌上 你們任選任叫 我們選擇完之後 就可以讓營養師品評一下 我們的組合, 究竟是否合得正確 可以… 我要隔壁 我要隔壁, 我要隔壁 不猜這個… 我要隔壁 要隔壁, 我要隔壁 我要米飯, 老闆 我最喜歡吃麥皮 要不要, 都拿了 要吃麥粥 又是鬼了, 豆漿 你不要可樂? 不要… 我選了… 我選了營養的第三個 好, 你們選了 究竟營養價值如何 我們請你營養師Harris 跟我們講解一下 好 好… Harris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一個豐富的早餐 考慮因素是甚麼呢 首先會看看它的熱量高不高 也會看看它的糖分脂肪 和臘質會否很高 另外也要看看它的營養均不均衡 有沒有五大類的食物 即是蔬菜、水果、五菊 蛋白質和奶類製品 另外也要看它飽不飽肚 和好不好吃 是 成年人一天早餐的份量 應該是多少呢 建議將一天三餐的份量 比較平均地分佈 所以早餐來說 最好佔全日總熱量的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以一個成年人來說 大概是350至650卡路里左右 但因為每個人的年齡 身高、體重、活動量都會有些不同 所以這只是作參考 不如你現在品評一下 我們每個人的早餐是怎樣 米粉, 應該很健康了吧 這個餐的烤盤大概有660左右 為什麼這麼厲害? 而且香腸已經烤了 竟然在哪裡呢? 我想我是那劇牛油 是不是 牛油? 兩樣都是, 香腸和牛油都是 日本奶茶因為用淡奶 也有脂肪在裡面 所以每樣東西有些 加起來就成為6茶匙了 其實米粉不太差, 米粉是不錯的 6茶匙油嗎? 其實平均一天可以吃多少油 其實建議一天大概6茶匙 平均每餐兩茶匙 後面的手很慘 Kylo, 你也差不多超級飽了 對, 也是 不用牛油就可以了 不要腸就可以了, 好嗎? 如果你想吃一點肉, 可以做燒蛋 或者如果想要一點鹹, 有一點味道 可以用火腿也可以 我喜歡吃火腿 我怕它還是不夠飽 就拿湯碗來裝米粉 真的嗎? 可以加一些雜物的位置 加一些雜物的位置 加一些雜物的, 加一些雜物的 我又不喜歡香腸, 加工食品 對, 燒早起床 火腿也是盡量食品 現在外面吃的早餐 也是這些, 多數都是這些 對, 吃不吃的, 像沙肉一樣 不如你直接脫掉吧 不要吃這隻, 吃我這個 這個好了 這是傳統的 白粥油炸桂豆漿 你覺得油炸桂很健康嗎? 應該可以的 加起來, 大約430卡路里左右 比你還要說 主要是因為白粥低卡路里 雖然卡路里少了, 但其實不太飽 因為米的份量不太多 主要是水分比較多 是 因為飯煮爛了, 比較容易消化 所以很快就會覺得肚餓 所以我選擇油條頂頂 對, 但油條是油炸的食物 所以脂肪是高的 一條這樣算, 已經有兩茶匙油 所以這兩條已經有四茶匙油 很害怕 這個豆漿呢? 健康吧 豆漿是健康的, 但這是甜豆漿 所以一杯甜豆漿已經有四茶匙糖 所以這個餐的油分和糖都比較高 對, 看起來像鹹 因為平日家人覺得很健康的 平日一盒的小屋 是否等於這麼多? 這個… 多一點? 這個比較窄身 這個可以如何健康呢? 對, 如果想健康一點 把它轉成無糖豆漿 如果怕它太沒味道, 可以加少許代糖 如果你不想吃油條, 但又覺得不夠飽 可以加一些肉在粥裡 例如可以選擇皮蛋壽粥 或是滑油粥, 會比較好 還好吃, 比白粥好 對, 白粥好 好… 你這個呢? 我覺得我這個是最健康的 有膽固醇的麥皮 有高纖菜, 還有水果製的果汁 你覺得是 你看看, 果汁… 果汁… 油渣 這杯甜度可以… 430卡路里左右 這個在其他餐之中最高纖維 所以這方面是好的 但是因為你看過沙律有些醬 這裡也有兩茶匙 其實也接近100卡路里 所以可以換成黑醋 或檸檬汁等 就會比較健康 可以減少一點的卡路里 另外糖分其實也多 因為麥皮是用煉奶來做的 另外果汁也有很多糖在裡面 這一杯橙汁其實已經有4茶匙的糖 其實跟一杯可樂差不多 是嗎? 如果用鮮榨橙汁會比較好嗎? 鮮榨橙汁沒有硬的加糖 因為水果本身也多糖 所以也有糖分 最好可能加一些蔬菜 例如魚衣甘藍 或者青瓜等一起攪拌 用少一點水果, 熱量會低一點 我喜歡雪梨苦瓜這些炸 對, 我遲了一遍 雪梨苦瓜 你還記得學習他的東西 很難的, 苦瓜還可以的 對, 限制可能用一個水果左右的份量 麥皮呢?你說這麼甜嗎? 對, 用水來打開嗎? 用水可以的 但如果覺得太淡, 我們可以用脫脂奶 想甜一點的就加些代糖 或者新鮮的水果 這些無糖的豆漿也可以嗎? 也可以 其實成年人每天攝取糖分的上限是多少? 上限最多10茶匙左右 所以這個已經佔了一整天的大半 吃完之後也是… 又是不用吃太多的東西? 對… 你這個呢? 我覺得最有營養的是… 這是麥包, 咖啡還不錯, 正常的 蛋, 健康, 有一點煙肉 有一點製成品 其實煙肉和香腸都是加工食物 對, 挺肥膚而已 對, 也要有一點油分, 哪有力做事? 對, 距這個怎樣? 這個餐有大概400卡路里左右 聽起來好像不太高 麥包是好的選擇 但是你的煙肉除了脂肪多之外 它的鹽分也很高 這裡兩塊薄的煙肉 已經有500多毫克的納質 一個成年人的上限 其實每天都是2000毫克 所以佔了四分一有多了 對, 而且咖啡也加了奶和糖 所以這裡也有100卡路里左右 對, 別要用煙肉, 是嗎? 蛋, 別要用煙肉 煙肉很刷, 這個真的是刷 還有炒蛋, 我相信也很肥膩 對, 也有油 多油 炒蛋當然要加油 煮蛋更好 要把它轉成煙蛋 或者煙肉轉成煙沙文魚 就會比較健康 又有些… 煙沙文魚? 煙沙文魚 有錢人吃得這些 很慘 你會選擇一個怎樣的早餐? 對, 最健康了 如果我選擇, 我也會選沙律 會選麥包, 還有豆漿 營養相對均衡 有五穀, 又有蛋白質, 又有蔬菜 當然我會選酒, 還有無糖的豆漿 盡量不要用煙奶煮麥皮 對… 可能吃了等於沒有吃 好 我這個最差, 因為我平時是這樣的 這個本子最差 讓你品評一下 讓你選擇 你覺得幾個裡面 誰是最好的, 最健康的 誰是最差的 最好的都是Mandy的一個 因為纖維量最高 欠缺少許蛋白質和糖分高 不過比其他都算比較均衡 家家的那個, 無論是熱量 和脂肪都是最高的 所以就最沒那麼好的選擇 但現在外出真的像這些 早餐就多了 對 全部餐肉, 腸, 火腿 對… 所以真的自己吃東西 我問當然,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吃班戟 那些是否健康 班戟本身因為可能會加牛油 或者加了一點糖, 粉 那裡可能會一般健康 再加上, 你不是只吃班戟 通常加了糖漿 除非全部飛了 對, 就好一點 很厚一點 當然要吃的兒子會不吃 不過小朋友也要培養他一個 小鹽小糖的雞蛋 也是, 我們也要的 謝謝Herry今天跟我們這麼好的介紹 謝謝Herry 我們品評了我們的早餐 Annie師傅 你做什麼呢? 做白飯 白飯?這麼香, 吃得了嗎? 吃得了 我們快點嘗嘗吧, 可以嗎? 來吧 我先嘗嘗… 怎麼樣? 很綿 對 很香甜 對 對, 這個就是香港的二澳米 我聽說二澳這個地方比較山圍住 早晚的溫差比較大, 約10度左右 所以這個稻谷是收縮的水分比較好 你知道嗎?二澳原來是在大澳旁邊 比較偏遠 種米的水都是用山泉水的 所以就這麼甜 這個真是香港的原味道 Annie師傅, 有人經常說新米和舊米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新米是當年收成的 看上去還有光澤, 很香味 舊米多數是隔年 甚至有時候一、兩年也不頂 兩者之間我們都會吃的 如果以新米來說 煮滾的時候不需要太多水分 大廁是一對一, 差不多 如果夠米的話 可能你會多加一點, 它要吸水分 Annie師傅, 弄好了米, 洗好了 謝謝 還有一個芋頭要處理 今天我們做芋頭飯 所以你洗完米, 我做芋頭 芋頭來說, 我要把它切粒粒 所以要切粒粒的大小就自己印住了 切的時候小心, 這樣也切粒粒 不要弄傷手, 最重要 切粒粒粒粒 但是這個時候你做芋頭很粉厚 是粉的好吃嗎? 是粉的好吃 好, 先把這個切掉 然後… 差不多是粒粒狀的 粒粒狀 有得看有得咬, 好嗎? 好, 要很用力切 要切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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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 起碼有一點… 既然是甘香 又脆脆的 對, 比較硬 待會放在飯堂一起蒸的時候 它就不會散開 是的 還有香味, 還有一起的效果很好吃 你說得對, 當時煮糖水 加了芋頭西味露 芋頭越煮小粒粒 是的 因為全都粉了 是的 這個大小煎好像挺方便的 對, 不用走油 這樣煎就可以了 是的 煎完後, 煮油 可以繼續做其他香味 芋頭味很香, 聞到嗎 是的 聞到… 先兜一下 金黃色的, 全都要一樣 金黃色 如果真的要金黃色, 不要太多 由它定止煎食物 煎到那邊 由它, 別攪拌 對, 灑灑, 反向另一邊 我看你的火已經中大火了 要的, 如果你太慢就能做到效果 反而煮到芋頭熟透 我嫌不住它熟透? 嫌不住它熟透 好, 只有表面 對, 如果有少許油帶也不要緊 放進去一起, 把飯一起蒸 飯我已經預備在這裡 是 米 是 看起來很好助手 然後怎樣加進去呢 這個米我們先洗掉 就把水分都隔開了 例如你用這一杯米 看看你的飯如何 好, 今天這個飯大致上用同等份量的水 一杯水 其實不是太多 夠了 對, 一杯米, 一杯水 對, 尤其是今天蒸 蒸不會是水煮的時候揮發的 原汁原味可以在這裡 今天我們說有芋頭加進去 就把這個放進去 是不是? 要拌勻它又如何? 又不可以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即是少許在中間 對, 這樣就可以熟了 米也不會藏在中間 水滾 全部一起水滾 我們拿去蒸 煮飯, 每個朋友都會認識 可能是用煎飯煲 或者是明火煲 但蒸飯有些人覺得很少試 一樣, 洗了米, 加了水 然後你就用碗 或者用任何器皿裝著它 像是蒸魚蒸的, 在滾水上蒸 大致上25分鐘左右 一樣做到飯, 原汁原味 Annie師傅, 除了芋頭蒸飯 還有其他材料嗎? 當然不會這樣, 我們當然要豪華一點 好, 豪華… 豪華團 今天我們幫你吃芋頭蒸飯 就是一個基礎 是… 現在這裡你看到我們的魷魚 鮮油, 有些蝦仁 現在兩個都可以一起放調味 因為海鮮差不多時候熟 如果你說有肉, 有其他東西 最好分開來醃, 加少許鹽 加少許芋油 你還說蝦的尾巴 是, 因為是我自己撕的 所以我特意留在這裡 因為市面很多時候 你會買急凍的, 全部都會撕掉 是… 我告訴你 我會用心機自己撕的 有小尾巴在這裡 很漂亮 他的意思是他留在尾巴 告訴你, 我會撕掉的 對… 各位都是, 如果自己買海鮮、蝦 因為街市自己選擇 很新鮮, 然後回來自己的 撕掉之後, 挑了一條腸 最重要 然後留在尾巴, 如果這麼漂亮 留在尾巴做起來就比較漂亮 對… 這裡只是醃了, 待會就去撕掉 簡單, 鹽紅的生粉 對, 鹽生粉 你喜歡加少許芋油, 這樣也可以 這裡是剛才我們做完芋頭的油 剩下油, 這樣很香的芋頭味的油 對, 少許在這裡, 我們不要浪費 鑊也不要浪費 現在我會把它爆香 不要說太猛了, 我們可以把它爆香 而且這些很快熟 對, 少許油, 你自己撕著 把它鬆開 對, 很香 是嗎 如果你喜歡多加兩種油 我覺得可以了 也有 對, 有些人喜歡放在飯面上蒸 我怕腥味 而且蝦水也放進去就沒那麼好 現在我把兩盒拌勻 趁這個時期, 多乾脆蒜頭、蒜蓉 還有海鮮、魚, 這些都是煎香才去做 好吃很多 很香 是嗎? 很好 要清一出來了 對, 你看 對, 用剛才的油, 用完的材料 是不是很家常 對… 你做得如何為止 你做得全部鑽色 接著我們會過那邊 看糊頭飯變成怎樣 所以不用太熟了 不用太熟了 不斷拌勻而已 對 拌勻 拌勻一點 對, 拌勻一點 要捲起來, 你看見它整隻捲起來 很漂亮 對… 是不是留著尾巴很漂亮 對… 漂亮一點… 對 好, 這個我隨便了 這個時, 我先把它關火 你是不是可以開來看看 是 1、2、3 我們這個叫翻鬆 是 翻鬆也重要的 就是蒸完或煮完飯後 輕輕把它攪拌 實在很多朋友都會這樣做 當然不貴, 為什麼呢? 在這份中看到很多黏黏的材料 對… 實在有鬆鬆的水晶 之後就會乾爽很多 你不想黏黏黏的? 對, 譬如你在家裡說 我開了飯鍋就馬上斷飯 你會發現上高中下, 下下都一樣 對, 也不同 但是你這樣拌勻… 第一, 會發出濕氣 第二, 飯就會一粒粒鬆開 很熱, 你炒的, 芋頭不爛 對, 做了什麼技巧 就是剛才煎過的 對, 現在我會將這些放進去 全部放上來 好 然後趁機烤一烤 烤一烤, 對… 要開火嗎? 開火, 一樣有火 繼續烤 烤多久呢? 烤多久 一分鐘就好了 一分鐘很快 一、兩分鐘 因為海鮮不想烤這麼久 平時煮飯也是一樣的 你把它打鬆完之後 蓋上一會兒, 待會吃 是… 實在一模一樣 不過今天就說有一個叫翻鬆 現在做什麼呢? 我要預備了 我會再放芫荽蔥 我的最愛就是這個 然後放一些煲仔飯豉油 把整個飯拌勻之後 不是很多汁料的 是這些的, 乾乾爽爽的 胡桃海鮮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拿出來 好, 我先關火 好, 我幫你 行不行? 要結了就拿你了 搞定 對了, 放在這裡之後 真是熱的 我可以把它這樣… 又翻鬆它? 對, 拌一拌 加一些煲仔飯豉油 因為這個時候不太鹹 對… 所以你自己就要欣著 如果你說不, 我喜歡用普通的 自己欣著 如果這個真的煲仔飯就更棒了 因為我家裡沒有飯煲 沒有飯煲?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適合我 回去嘗嘗 你家裡怎麼煮飯? 就是這樣煮, 但我不知道要翻鬆 翻鬆的動作很多人都做 不過有些人說很自然 不知道為什麼 實在是鬆鬆的水蒸氣 你看到飯嗎? 對, 很漂亮… 你把醬油加進去 對, 我不刻意弄到它 粒粒一樣色 這樣就算了 好, 我把它放上去 還是很熱 它有風味, 是嗎? 香 香吧? 很香 我以後也嘗嘗這樣 蒸飯 你也是嗎? 我們兩個真的適合 我們經常都方便, 煎飯煲 這樣蒸發 可以回去嘗嘗米蒸得怎麼樣 對, 而且這樣蒸發 實在沒有什麼… 水的東西全部都在裡面 對, 留在米裡 對, 不會有很多流失的味道 所以真的可以嘗嘗米 最重要是你說的 一瓶米, 又一瓶水 對, 自己陷一下 對 好, 好, 來 我先給大家看看 很棒 暖粒粒的蒸發 對 MING PAO CANADA